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来 今天台积电的法说会 大家都在关注 这个时间点跟过去不太一样 对不对 在中美两只大象之下 台积电 拜托 千万不要被踩到 好 我们先来看的是 台积电先来 导播 台积电最新的法说会 在今天线上法说会 石破天津的消息 魏哲家告诉大家 高雄厂会继续盖 但它会有一项重大的改变 先告诉大家很重要 安稳股价 对不对 第一季美股的盈余不错 7.98是优于法人的预期 然后你看到 它的5奈米的制程 有没有占这个第一季 晶圆销售的31% 7奈米占到20% 那总体的先进制程 达到这个全季销售金额的 51% 那另外魏哲家讲了一个 大家非常关注 今天好像终于有答案的 这个好像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好 之前到这个高雄 不是27奈米 28奈米不是什么破功了吗 很多人去炒房 后来不是说赔得一屁股吗 魏哲家安定人心 高雄厂弹性调整 不是外传的撤出 而且还要把28奈米改为更先进的制程 杰大使 对 其实这个可能是非常合逻辑的 因为台积电现在基本上他过去获利 主要就是所谓的高端晶片 他现在定位为这个7奈米以上的嘛 所以他基本51的这个营收都是从7奈米 这种高端制程的晶片来刷的 那现在由于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禁运 还有这种抵制 那中国大陆很多这种所谓的 一般制程的这些奈米 他可能会大量生产 那大量生产以后 也就是说你14奈米 或者更低的 这种可能中国大陆就会 将来会怎么样 会把它做成白菜价 很多人都在这样预期 就是说中国大陆会把这些做成白菜价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这些 一些这些产品都需要用到高端晶片 因为高端晶片是小 他是要在手机一些 一些比较需要 就是说比较需要功能大 可是体积小的这些智制 可是比如说汽车 车用晶片就不需要 车用晶片28奈米就可以了 那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些中国大陆会冲这些 这些28奈米42的这些 来做这些 所以将来可能就变成你28奈米 以下的这些晶片 你的利润会非常的低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魏哲嘉讲 把高雄厂将来也不做28奈米 然后做更先进制程 14奈米7奈米 这个是我觉得是符合逻辑的 而且今天在美国这个厂 我觉得大概台积电不会再去偷钱了 四百亿都很难讲了 因为美国这个过河拆桥 你这个去了投资 读完条款 读完条款 让台积电还敢再去吗 不敢再去了 那台积电要增加产能 扩充他比较能够获利的这种 因为台积电的台积电优势 就是所谓的先进制程 别人造不出来 或者别人造出来的功率 比他差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 这个位置的大讲法非常符合逻辑 就是28奈米改为更先进的制程 所以今天这个法说会之后 至少这个高手买房的人就安心了 对不对 台积电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 但是另一头 这个因为之前巴菲特是大卖 大砍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国际间 这个还是有很多分析师 对于这个台积电的未来是有点忧虑 路透社的专栏作家也说 仍然是脆弱 很简单就是因为地缘政治 不是因为台积电的技术不好 不是因为他没有投资 没有投资的理念 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然后忧虑点在这里 高通为例 如果中国手机制造商 采购国内晶片的话 有没有 他们也要晶片自主 那么高通就会大砍台积电的订单 所以未来台积电可能会出现 所谓的砍单风暴 这点相信巴菲特也看到了 还有呢 这个在后面激起直追的三星 南韩媒体也有推特爆料 说三星的四奈米的制成良率 目前虽然比不上 但也不差 快要赶上台积电了 所以这个后有追兵 那另外一方面环境又不好 美国虽然看起来要这个台积电 到美国去分散地缘风险 那看起来是有道理 但是暗藏毒丸条款 糖衣毒药 看起来是善意 但是里面我们看到 不可能骂 对不对 你的很多商业机密要交出去 然后你的利润还要跟美国分享 你不要说台积电不能接受 三星也不能接受 那这个 我让这个杨明来谈一下 你怎么看待这个法术会 今天这个 总算是民进党政府选前的 算是一个利多吧 应该说是对高雄市政府来讲 应该有很努力的 让这一场危机能够不要发生 那可是呢 其实老实说就算今天真的台积电 因为他过去毕竟他这个建厂的计划 是早就说的 你不要忘记三个月前 那个台积电的说法是 7奈米厂暂缓 28奈米造就 是啊 三个月后说 我们会改成先进制程 对 那三个月后呢 会不会又改变 这个转变才很大 因为半导体业今年的 每一季的这个变化都非常大 我想问的时候 以台积电来讲 台积电这个企业的文化 向来非常的谨慎 不太会今天讲的话 两个月之后就推翻了 对不对 但这次现在发生了吗 对 所以我说这个在全球 这个去库存啦 或是说在半导体 几乎现在大部分 基本上是利空 因为就是过去这个疫情期间的 这个整个红利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报复性的 就是等于是 全面性的 那个要怎么讲 自销也好 或者说因为过去产量太高了 那现在变成是一个平衡 回到比较常态性的模式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台积电要去做调整 包括先进制程的布局 当然很重要 可是先进制程不要忘记了 先进制程能够应用的层面 相对于现在现金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 它的时间点可以比较厚 所以那个弹性很重要 让高中市政府知道说 我会来 但是时间点我不一定啊 我建厂 我一样会建厂 但是这个时间点 也许有可能 本来是比如说2025 开始运转 也许可能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压一个时间 但我会去 我会去 你先不要急 我会去 你地流 控制给我 所以这个支票是不是也开得有点远啊 当然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过去是我们的 怎么可能叫做政府的力道 把台积电拉到高雄去 可是我相信台积电现在也在看什么 看比如说缺水 缺电 缺工 这些在台湾本土的条件 有没有改变 那加上 比如说这次的跟美国的谈判 当然啦 其实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 一种模式是 透过 为什么那个讯息会放出来 我想要测试看看 民进党政府会不会帮我讲话 让美国 就是说 我现在去美国受到的一些阻碍 那民进党政府可不可以传达一下 没有啊 当然 那个魏哲嘉也有讲 刘德英也有讲 可是呢 我们的政府可不可以给台积电 多一点支援 当我们台湾中华民国 少了台积电的时候 我们在国际上的筹码 会少很多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